这才是野外生存的天花板 靠一条小破船在水上流浪 不仅做到自己衣食无忧 还有咸心养宠物搞种植 最后更是凭借一己之力 打造出了水上豪宅 男人叫阿浪 因凑不齐六位数的彩礼 被丈母娘赶出了家门 一气之下拿出了全部身家 买下了这条三手的小破船 开始了自己的水上生活 现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累了就直接原地休息 只见他从背包里掏出一个吊床 拴在了两棵树之间 躺上去试了一下 就一个字 舒服 接着他拿出祖传的灶台 放在树干上笔划下大小 然后用斧头砍出两棵凹槽 用树枝修剪成合适的长度后 用钉子固定到凹槽中 这样灶台再放上去 就变得特别稳当 就算是台风来了也吹不走 接着取出刚捡来的铁丝 用他单身三十年的手速 很快就编织出一个烧烤架 这时阿浪才想起 小船好像没拴 这要是突然刮起西北风 估计他马上就破产了 安置好小船后 他拿起了剩下的树枝 经过简单的修理 固定在了树上做成挂钩 将白宝箱放置好后 他把所有的物品都挂了上去 这是目前他所有的家当 一定要放在眼皮底下 接着他开始就地取材 把捡来的树枝劈成小块 麻溜的用打火石点燃 此时只有这小小的火苗 才能温暖阿浪那冰冷的心 随着炊烟鸟鸟生起 湖面荡漾出一股重生的气息 这时阿浪突然翻出一个水壶 这是他前女友摧花送的 他心酸地把壶里的水灌满 友情饮水宝 无碍催人老 原来全是骗人的 阿浪心里只有一句阿戏吧 在小破船躺了一天 阿浪的屁股都躺硬了 看着眼前的吊床 他选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 躺了下来 屁股还没躺热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马上跳了下来 三下五除二 做了一根简易的鱼竿 用吃剩的浮瘦罗当吊饵 然后舒服地躺在吊床上 等待鱼儿上钩 篝火的垂烟越烧越旺 熏得阿浪睁不开眼 这怎么能难倒浪哥 他一个一仰指 便把鱼竿戳进树干中 随后拿出82年的美式速溶咖啡 浇上滚烫的开水 美美地喝了起来 还别说 这过了期的咖啡 愣是让他喝出了红酒的滋味 瞅着燃烧的篝火 阿浪想起了 从在隔壁村顺来的安蠢 再不吃就臭了 他随意地给安蠢做个按摩 便送上了烤炉 此时的鱼竿也有了动静 阿浪心里一阵窃喜 轻松调破一条非洲急鱼 他拿起铅笔刀 斩断鱼竿 迫不及待地将鱼儿穿起 直接放上了烤架 可以看出阿浪非常节俭 内脏都不舍得掏出来 看着烤炉上滋滋冒油的鸡和鱼 阿浪的哈喇子都留了一地 面对着人间美味 吃饭的仪式感油然而生 他要用剩下的木料给自己做一双筷子 他打亮着笔画着 此时铅笔刀又拍上了用场 很快一双拾木手工筷完成了 看着即将烤熟的小烧鸡 阿浪迫不及待地动手了 然后就是一口咖啡一口肉 吃得非常惬意 最后更是直接躺进了吊床里 可以说阿浪是个懂得享受的人 末日余晖酒足饭饱 他拆了吊床打包好自己的家当 小破船晃晃悠悠地就要离开 这时才发现 祖传的灶台差点忘了拿 这可是他最值钱的家当 也是他吃饭的家伙 阿浪转身抱起烤炉 连带着没吃完的烤肉 在小破船嘎吱嘎吱的声音里 开始了新一段的水上旅程 男人生活在水上 这条破船就是他的家 飘到哪里就在哪里睡一觉 如果饿了就直接下水摸鱼 只是今天阿浪的运气不太好 在水里飘荡了老半天 也没有找到食物 好不容易看到一片水葫芦 满怀期待地把手伸下去摸索 结果忙活了一个小时 也没有收获几个 只能划着船前往其他水域 途中他发现了一棵枯树 这可是水上难得的生活材料 阿浪自然不能放过 他把能聚的全部聚了下来 装满船后才满意地离开 接着他来到一棵大树前 从上面抠下了不少枝条 然后阿浪带着材料 开始寻找做饭的位置 他找到了一根被雷劈过的木头 拿出斧头在上面开出凹槽 然后把木棍用绳子固定住 再把树枝一条条挂上去 做了一个纯天然的屏风 之后再在另一棵树上如法炮制 最后用小枝条填补缝隙 一个灶台就完工了 把捡来的枯树枝砍碎后 一层层叠放在树窗上 拿出打火石轻轻地摩擦了两下 就将火焰给点燃了 把柴火添加好后 阿浪又用木棍做了个吊架 把前女友送的水壶挂了上去 然后转身收集一些野生树皮 他要煮壶养生茶给自己补补 等水烧开的过程 阿浪也没有闲着 从白宝箱里拿出一个错 开始给心爱的巨子抛光 一时忙到天都快黑了 阿浪才停下来 堆着一些木头试了试 这效率明显提升了不少 这时树皮茶也煮好了 他小心地倒进保温杯里 然后开始准备今天的晚餐 将捡来的青菜洗干净放进锅中 然后把福寿罗整齐的摆放在上面 直接放在大火上烹煮 为了增加食物的口感 浪师傅还要准备一份秘制酱汁 先把辣椒切丁 加入新鲜的柠檬汁 做出一碗酸辣蘸料 从热气腾腾的铁锅里 徒手抓起一个福寿罗 放在嘴里猛的一搓 新鲜肥美的罗肉 简直就是顶级的美味享受 就是味道有点淡了 加点盐吧 刚刚好 只是徒手吃罗 多少有点不太雅观 浪师傅就给自己做了根签子 插起罗肉 再蘸点秘制调味料 这酸爽才够味 等待美食的每一分一秒 都是煎熬 好不容易等熟透了 阿浪赶紧取下铁锅 着急之余 还不忘在树上撒撒水 这安全意识也是杠杠地 吹着凉爽的海风 吃着甜美的罗肉 这份惬意 我就想问问 还有谁 吃到最后 一向节俭的浪哥 就连酱汁也不浪费 倒进罗壳里一饮而尽 吃饱喝足 阿浪收拾好家当 开启了下一站的流浪 这才是真正的水上生活 男人靠着一条小破船 在河里生存了三年 平日里吃的喝的用的 都是他从水里撩起来的 这天四处飘荡的阿浪 遇到了一堆浮木 于是他决定收集起来 搭建一个水上楼阁 在浮木的一端盯上短木 拴上绳子拉动木材 慢慢地将它们聚拢在一起 多年的水上生活 让他学会了如何利用水流 收集好浮木后 他开始聚树枝 每一根都认真挑选 尽量地保证粗细一致 然后均匀地铺在浮木上 用绳子牢牢地系在一起 没多久 平台的框架就扎好了 此时正是蚊虫乱飞 四处产卵的时节 而阿浪却早已习惯 这样的生活 将收集的枝条 运回平台后 按长短粗细分配好 用铁丝固定上去 柔软的枝条 让地板的舒适度 再上一个台阶 至于房屋的立柱 他选择了更加粗壮的木材 泥中固定 另一端与横梁连接 用铁丝捆绑 这里阿浪处理得非常细致 生怕处理不好掉下一屋 刮花自己帅气的脸庞 屋顶部分 他打算用树枝铺满 这样可以有效防止 自己被晒黑 只是这样 需要的枝条有些多 就在他外出寻找的时候 发现水葫芦中 有一条小奶狗 许氏抓住了救命稻草 小狗本能地跑向阿浪 相遇即使有缘 阿浪给小狗洗了洗 把他抱到了船上 看着小狗动得瑟瑟发抖 赶紧用肚兜给他擦干净身子 并取出了自己为数不多的食物 等小狗彻底恢复过来 阿浪才继续手头上的工作 现在有了小狗的陪伴 阿浪干活都有了活力 他飞快地用枝条 在角落里给狗子搭出了一个窝 为了让狗子住得舒服一点 又去收集了一些枯了的水草 铺在狗窝里当床垫 看得出来 狗子是非常满意 摇摇尾巴表示对阿浪的感谢 忙活了一整天 肚子已经唱起了空城记 铁丝简单加工一下 做成鱼钩 随处可见的树枝当成鱼杆 坐在平台上开始了钓鱼 阿浪的钓技似乎有所提升 很快就有了收获 后面竟然还连杆了 看看这鱼货 得气死多少空军佬啊 秉承这一贯的节俭精神 内脏也不掏 就串起来 放在火堆上进行熏烤 狗子闻到香味 也屁天屁天跑过来凑热闹 原来是他身上有一条马皇 来找阿浪寻求帮助 等烤鱼散发出香味 阿浪亲自喂到小狗嘴边 生怕狗子噎到 还贴心地捧起黑水 像挤了一个孤独的老父亲 等狗子吃完睡着了 阿浪才开始用餐 吃完 他要早点休息 明天还要继续完善水中楼阁 水上生活究竟有多艰难 男人潜入冰冷的湖底挖黏土 只为打造一个可以烧火的壁炉 让狗子吃上热乎的烤鱼 他先把一根杆子插在水中 方便自己顺着下潜到水底 然后麻溜脱下上衣 露出一块腹肌 试试水温 还真有些冰凉 硬着头皮跳了下去 在水下逃骨两分钟后 阿浪重新浮出水面 手上多了一大坨粘土 就这么几个来回 收集了足足有两公斤 现在开始动手制作壁炉 把粘土平摊在工作台上 然后捏造出一个盆装 右边如法炮制 最后还不忘加个烟囱 阿浪不愧是个心灵手巧的男人 这手工艺 连小蜜蜂都赞叹不已 没过一会儿 灶台就差不多了 外观看着还是很舒适的 等待风干的过程 他用剩下的粘土 给狗子做了个饭盘 钥匙放在拼刀刀 高低要你9块9 接着是自己吃饭的恰货 为了让灶台尽快凝固 他点燃了小火苗 把前女友送的水壶放上 顺便烧个洗脚水 随后 他开启了不动声色的炫敷 一下子拿出了七八条小鱼竿 一边烧水一边烤鱼 等待的过程里 阿浪开始在木头上开荒 用斧头把枯木砸烂 然后铺上一层泥土 掏出捡来的大蒜种子 小心翼翼地埋了进去 为了防止狗子捣乱 还特意装了个9块9的围栏 干完这些活 已经是累得口干舌燥 请喝杯82年的矿泉水解解渴 接着继续打磨手上的工具 用来给铅笔刀做个刀鞘 先把刀片放在木头上 简单划出大致轮廓 锥子斧头齐上针 耐心地挖出一个凹槽 接着两块木头合在一起 再把刀片插进去 看看合不合适 严丝合缝大小刚刚好 而看着在一旁安静喝水的狗子 本已疲劳的阿浪又充满了干劲 继续加工细细打磨 最后用绳子牢牢固定 一个原始精美的刀鞘就完成了 随着夜色逐渐来临 冷风中的小狗被冻得瑟瑟发抖 怎么说浪哥也是方圆百里 数一数二的手艺人 是时候给狗子安排一件衣服了 取出提前准备好的干燥风信子 放上身先量量尺寸 差不多了就开始动手 香港脚压住风信子 麻溜地系上绳子 虽然难度不是很大 但还是需要耐心 阿浪只肩飞快 没多久就支撑一件时尚马甲 迫不及待地给狗子穿上 不大不小刚好合身 不过穿新衣怎么能不洗澡 他把狗子放入盒中 加上过期的起衣粉一顿搓 洗刷刷过后擦干水分 重新穿上新衣 这样一番折腾下来 帅气的狗子差点累得睡着 随后阿浪分给他一些食物 一人一狗开始了今天的干饭 阿浪一辈子生活在水上 唯一的陪伴就是狗子大黄 他不愁房贷 不去银行 饿了就吃烤鱼和蟹黄 今天一大早 他捡到了一张破网 看起来已经无法使用 但这可难不倒手艺人阿浪 在他一番修补下 破网很快换新颜 有了捕鱼神器 阿浪带上狗子外出觅食 到了目的地 他撒下渔网 这才发现 大黄饿的几乎站不住 阿浪赶紧把最后一点米饭 递给了狗子 狗子一阵狼吞虎咽 很快就恢复了活力 不得不说 阿浪真是细心的好男人 安顿好大黄 阿浪准备搭一个防晒棚 他轻松地砍掉一些树枝 铺在简易的房顶上 要想生活过得去 还得头上一片绿 阿浪今天好像跟绿干上了 他先是找了几颗绿葫芦 取其精华 忽在沼泽的淤泥里 又拿出从隔壁村顺来的绿蒜苗 种了下去 看来很快就能吃上 地道的大蒜蘸酱 时间差不多了 阿浪去查看渔网里的收获 今天运气还不错 收获了一条一斤多的大鸡鱼 阿浪心里乐开了花 今天终于能吃顿饱饭了 一顿猛虎操作 阿浪像往常一样 不给鱼去内脏 直接切块开煮 然后加入葱姜蒜 放在大火上高温蒙煮 没过多久 鲜嫩肥美的鱼汤新鲜出炉 鱼汤里夹杂着鱼的凹力给 这滋味美极了 阿浪和大黄一人一半 吃饱喝足打个盹 一晃眼 大半个中午就过去了 阿浪的肚子又开始咕咕叫 他把船停靠在一棵树旁 静止跳入水中 眨眼就没了人影 等他上来的时候 手里多了捧新鲜的田螺 这下阿浪又能饱餐一顿了 他潦草地给田螺洗了个澡 然后倒进铁锅中大火烹煮 没一会儿 这些嘎嘣脆的田螺 就进了阿浪的嘴里 看阿浪这享受的表情 给他金条 他也不换 吃完田螺 阿浪更饿了 他找到一个废弃的塑料瓶 拿出祖传的宝刀 给塑料瓶来了一个大变身 扭一扭戳两下 扎个洞穿上细铁丝 一个捡一补鱼器就完成了 接下来只等食材上钩 等待的过程中 阿浪还顺便搬了个家 他在树上绑坑绳子固定好位置 然后使出洪荒之力 轻松将休息站位移 这时天色渐暗 捕鱼神器竟然捕到了好多河虾 这个意外收获令阿浪一阵眩晕 距离上次吃虾已经过去20年了 阿浪一边忍住口水 一边将河虾放入锅中 没多久 色香味俱全的小虾就出锅了 阿浪吃得津津有味 一辈子生活在水上有多爽 不仅能下水摸田螺 还能编地龙来抓螃蟹 实在不行就直接钓鱼 保证每天都能吃上新鲜的海货 今天阿浪一觉醒来 发现沼泽在掌水 经验丰富的他 知道会有更多的鱼虾从河里出来 果然不到两分钟 他就挖出几个巨无霸斧兽螺 阿浪当即砍下几根树枝串成烤串 吃完这顿营养丰富 满含寄生虫的早餐后 阿浪立马又开始准备下一顿 他先去砍了一些藤腕 再用薅莱的树枝编织成蜜网 用他一年也不惜的大小鸭子 压住树枝 弯成一个圈固定在蜜网上 顶部细细打磨出盖子 再加上一些机关 这样一个陷阱就做好了 虽然看着有些紧陋 但狩猎的本事绝对是顶呱呱 有着多年水上生活经验的阿浪 很快就找到了合适的位置 他将编织的鱼龙放于水下 再用杂草覆盖 大黄不知什么时候掉进水里了 正在那里硬硬硬的喊救命 还好阿浪眼疾手快 这才避免大黄变成食材 一人一狗回到休息站 累了半天的阿浪到头呼呼大睡 两小时后 阿浪起火烧水 接着前往陷阱点收网 今天真是走了狗屎运 就这么一个小笼子 里面就关了好几只大螃蟹 阿浪开心之余 还不忘摘点树叶 温素搭配营养美味 又是万年不变的烹饪手法 没多久 蟹黄的香气 烤鱼也是外焦里嫩 趁热开吃 没一会儿就风卷残云 酒足饭饱后的阿浪浑身充满了力气 这时 他犯了一个全世界男人都会犯的毛病 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了 潘心厌旧的阿浪打算离开此地 说做就做 立刻开拔 很快 他来到一个视线开阔的水域 这里也没有那么多蛇虫鼠蚁 就在这里住下了 阿浪当即拿起锯子 对着枯木开具 修理得差不多以后 又掏出自己提前带来的木桩 静止插入水中 接着 开始搭建框架 水上搭建对阿浪来说 已经是轻车熟路 三下五除二就有了雏形 很快 地板也铺设完毕 但是不争气的肚子 已经在长空城际 阿浪赶紧准备捕鱼 对吃货来说 亏什么也不能亏肚子 又是老伙计 大叫鸭子当作工具 没一会儿 阿浪就做出了合适的余句 扶寿罗当作诱饵 系在绳子的末端 接着 把另一头绑在浮沫上 一条条放入水中 等阿浪忙完 天已经黑了 今晚只能饿着肚子睡觉 这让阿浪很是气恼 第二天 他起个大枣 用风扇炉烧上一壶水后 才划着小船 去查看昨天的鱼线 随着鱼沟一起出现的是 一条鱼 两条鱼 而且还有螃蟹 看来这里的资源 还是相当丰富 阿浪相信 自己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这是有史以来荒野求生中最会吃的男人 只见他右手一个波紧 向黑河狠狠地挖下去 河里的鱼虾螺丝 哪怕虫卵 也别想逃出男人的手掌心 今天的收获不错 男人轻松捕获了几只小螃蟹 可一天不吃福寿罗 阿浪就浑身难受 他拱着腰 又来了一波紧 看到硕大的螺丝 阿浪才满意地离开 有了食物 下一步就是给自己搭建一个温暖的小屋 阿浪物尽其用 他抱起河里的水草 洗洗刷刷 这是做房顶的最佳材质 这时 忽然下起黄豆般的大雨 阿浪狼狈地在雨中作业 幸运的是 雨没下一会儿就停了 此刻的阿浪鸡肠碌碌 他将捕获回来的食物 认真地清洗一遍 直接扔进陶瓷瓦罐中 大火蒙煮 两个小时后 终于能饱餐一顿了 阿浪胡伦吞澡式地吃下螃蟹 这香甜的味道 让他想起了前女友翠花的手艺 酒足饭堡阿浪开始搭建房屋 他先是搭建一个人形屋顶 随后再次回到沼泽 寻找水草 一条 两条 三条 直到装满一整条船 阿浪满意地离开 回来后 他开始堆砌屋顶 夕阳夕下 阳光洒在阿浪的脸上 毫不惬意 此时 阿浪发现一根神奇的木头 这简直是挂钩本钩 经过一阵修剪 一件完美的艺术品 完成了他的使命 阿浪这手艺在我们村 月入三万 不成问题 处理完棍子 阿浪把晒干的枝条 拿斧子切断 他把成捆的水草 绑在枝条上 小屋虽然简陋 却凝聚着阿浪对家的向往 房子见到一半 阿浪又饿了 他吃着不知从哪个 击脚咖喇捡来的香蕉 味道太重了 赶紧喝几口黑河水压呀 吃饱了就是不一样 阿浪浑身充满了力气 没一会儿 房屋就封了顶 湖面封大 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找来几根竹条 绑在上面加固 追求完美的阿浪 还不忘给凌乱的屋顶 修了一个刘海 大家给阿浪的亲家 打几分呢 这是拳王野外求生 最惨的男人 娶不起媳妇 连搭建好的水井房 也只睡了两天 就被暴风雨摧毁了 阿浪在水上生活了30年 这点风浪又算什么 他收拾好家当 又顺了几根 隔壁村子不要的竹子 发誓要重建家园 说干就干 阿浪拿起锯子 潜入浑浊的黑水 剧断云来的沉重树干 干完活 阿浪以气喘吁吁 他拖着残破的小屋 来到一处滋云不错的水域 准备对其修补 从水面捡来的狗子来福 一脸懵逼地 跟着阿浪 开始了新的狗生 他看着阿浪 像个泥球一样钻入水里 祈祷自己 千万不要跟错了主人 阿浪这次不仅要重建家园 还要实现蔬菜自由 他先固定框架 来来回回 差点要了阿浪的老命 镜头一转 失踪了很久的道具狗大黄 终于上线 有了两只狗子的阿浪 干起活来更加卖力 他找来几个木棍 先是扎了一个围栏 熟练地剧掉多出来的树干 随后开始修建他的小菜园 阿浪先是找来一些水葫芦 铺在只有一平米的空地上 他稍作休息 脱掉T恤 一个猛子扎入狐里 就这样几个来回 只为狐里的挤捧淤泥 不得不说 想实现蔬菜自由 真是要了浪哥的半条命 小菜园搭好 阿浪种上柠檬草和罗勒 柠檬用来调味 罗勒可以消毒 随后 阿浪又种上冬瓜苗 不知道 阿浪什么时候 能喝上一碗冬瓜汤 忙碗小菜园 阿浪一身汗 他痛快地挑进黑水 洗了一个凉爽干净的枣 这等借意 阿浪也没忘记 一直跟随自己的富贵 富贵扑愣着 好像并不喜欢黑水的味道 善解人意的浪哥 拿出自己也舍不得用的洗发水 给富贵洗了一个黑水枣 完美的一天 在落日中结束 这个男人在水上漂泊了十年 从没吃过饱饭 就在今天 老天总算是开了眼 他昨天砸下的渔网 没想到今天 竟收获得盆满钵满 看看这一船的食材 阿浪决定 今天放开了吃 他迫不及待地升上火 紧接着 把没开糖的鱼架上烤炉 整个海面 都散发着烤鱼的香味 阿浪不知 从哪弄出了一大碗米饭 他将鱼肉单独剔出 做了一份烤鱼拌饭 米饭能迅速恢复体力 鱼肉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不得不说 阿浪这个男人 真是会吃 营养均衡 他还不忘给自己的两只狗子 增加营养 吃饱的阿浪 一颗也嫌不下来 他先是找来两根木头 做了两个坚固的承重柱 把自己的吊床绑在上面 180斤的阿浪 悠闲地躺了下去 心情美丽 他还跟两只狗子玩了一会儿 不能浪费这丰富的海域 阿浪再次拿起自制的鱼竿锤钓 坐在摇晃的吊床上 摆弄着小鱼竿 这样惬意的生活 真是让人羡慕 阿浪的运气简直开了挂 没一会儿功夫 十几条小鱼就塞满了陶瓷罐 正当阿浪收网时 一只长相丑陋的鱼 咬着钩游了过来 阿浪仔细看了看眼前的肥鱼 有着水上生活经验 30年的男人 一眼就看出 这是一只即将铲仔的大肚鱼 善良的阿浪 最终还是将它放走 反正今天捕获的食材 也能吃上好几天 鱼肉吃腻了 阿浪再次回到黑河 想找点蔬菜 混混口味 一块发黑腐烂的木头桩子 吸引了阿浪的注意 果然 这块不起眼的木头上 长满了军箍 他仔细旋转地看了一圈 确定没毒 随后将蘑菇洗劫一空 阿浪看起来虽然没什么文化 但是凭借30年的水上生活 积攒下来的经验 是普通人比不了的 所以提醒大家 野外的蘑菇不要随意采摘 务实容易翘辫子 收获了一捧蘑菇的阿浪 回到家给蘑菇洗个澡 开始捣鼓起来 这才发现家里的柴火没了 他带上来服滑向狐心 扭扭拽拽了一船的柴火 正要离开时 走了狗屎运的阿浪 竟然发现了天然的花蜜 他贪婪地做了两颗后 不舍得离开 但还是蘑菇更合他的胃口 阿浪把蘑菇多余的包裹撕掉 切片大蒜 大焦 倒入82年的食用油 伴随着一阵滋拉的油花 加点老盐 随后将蘑菇倒入炒香 阿浪心满意足地吃上了 他最爱的蘑菇大餐 这绝对是最爽的水上探险生活 一人一狗 与世隔绝 饿了吃鱼 累了吹海风 有落日朝霞陪伴 这惬意的生活 阿浪怎么过也不觉得腻 几天前 阿浪来这片海域 拖着他全部的家当 准备打造一个真正的船上之家 他收集了满满荡荡的树枝 找到一个合适的栖息区域 将时髦抛下海中 用来固定木筏 接着开始搭建小屋 几个木棍经过阿浪的手 一个三角帐篷瞬间成型 他给支架缠上几道绳子 固定成型后 又把收集的树枝 一条一条地绑在上面 就这样干了三个小时 一个绿色的帐篷即将完成 阿浪这才坐下来 给自己烧一壶咖啡 暖暖胃 又累又饿的他 还不忘给自己 烤上一只大黑鱼 天宫不作美 海上忽然刮起一阵微风 看样子要下雨 为了不被雨淋 阿浪把帐篷又加固了两层 等房屋建好 乌云也逐渐消散 追求完美的男人 钻进小屋 又是一顿倒固 此刻阿浪的肚子又开始乱叫 黄昏时分 他又给自己加了一餐 吃着肥美的大餐 欣赏着落日余晖 阿浪有点忧郁惆怅 他惦念已经远嫁他乡的前女友翠花 第二天 阿浪在美梦中醒来 天气不错 他的心情也好了起来 什么都没有肚子重要 他拿出昨天钓的鱼 整齐地放在床板上 将其晒成鱼干 以便保存 随后又拿出几只 放在烤炉上 没有意外的意外 今天还是吃烤鱼拌饭 他将小鱼去掉骨头 把肉掺在米饭里 分成两份 狗子闻到了香味 疯狂地炫了起来 饱餐过后 阿浪再次来到陌生的水域 三角木屋也被他拆除 接下来 阿浪将打造一个全网最奢侈的水上别墅 他不仅坚固 面积也会扩增 浪哥终于实现了水上别墅小目标 这是浪哥耗时一周完成的水上别墅 他再也不必担心风吹日晒 有了这个安乐窝 阿浪终于可以带着女友一起水上漂流了 一周前 阿浪来到新的潜水领域 他拿着树枝先搭建了房子的雏形 这一个根木头被安排的恰到好处 狗子来福 看着阿浪 似乎也知道主人正在设计新的安乐窝 正这点功夫 他下船赶紧拉了一个把 两只狗子难得上岸 摇着尾巴走向了更远的草多 今天的太阳似乎有点大 阿浪才干了一会儿就觉得口渴难耐 他把水烧上又开始了一阵捣鼓 阿浪把每一个木头整齐地摆放在搭建的框架上 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其实需要精准的测量 勤俭持家的阿浪不想浪费一个木头 框架填充完成后 阿浪拿绳子给他们加固 一圈绕着一圈 阿浪是个讲究人 最后一道工序 他还不忘给别墅修建了一顶绿帽子 眼前这个通透的水上别墅虽然八面通风 但是外形看上去还是极有美感的 阿浪拖着别墅打算去别的区域寻找食物 他一个猛子扎进水中 把桃罐固定在树枝上 一顿摸索后 阿浪今天的运气似乎不太好 只收获了一点田螺和海粒子 他将捕获的食物很快下了锅 吃完这些小海螺 阿浪拿上捕鱼网来到一片水葫芦 一阵摸索后 只有一条误入歧途的蝉橱 阿浪抓起来看看有剧毒 还是将其放了生 看来今天的狗子要挨饿了 这个男人打算给自己的水上别墅 加一个犀利的船头 他先用绳子固定形状 随后再拿锯子剪掉多余的木头 一阵捣鼓后 阿浪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船头虽然好看但扶不起来 这难不倒手艺人阿浪 他沿着湖边 随手捡起了路人不要的塑料水瓶 很快一袋子塑料瓶都被装进漁网 这智商没有摇巴铃 绝对想不到这个办法 为了保险起见 阿浪一屁股坐下去 还摇晃了几下 既结实又有福利 接下来搭建围栏 几根木头缠缠绑绑 很快搞定 随后阿浪找来竹片做甲板 没多久 一个像模像样的手工木船 差不多完成了 不得不说 阿浪这纯手工打造的水上别墅 谁看了不喜欢 阿浪坐在自己打造的船头上 悠闲地晒了一会儿太阳 该吃饭了 寻找食物的同时 阿浪挖了一船的黏土 又在岸边拽了一堆的野草 回到船上后 阿浪将黏土打湿 随后放入枯黄的野草 这胖臭的味道 熏得阿浪眼泪直流 这天然的黏土加上野草 不仅增加泥土的拉力 还不容易脱落 阿浪使出吃奶的力气 抹了大半天 极度疲惫的阿浪 赶紧坐了下来 喝了一碗咖啡 为了能早日搬进新家 阿浪加快了手速 天黑之前 一栋精致的别墅完工了 他还用剩余的竹片 做了一个牢靠的小桌子 随后 阿浪烤上几个福寿螺 美美地吃了一顿 吃饱后 阿浪准备做一个室内小烤炉 水上生活最大的不方便就是 雨天室外不容易生活 阿浪把泥土固定成U型 越雷越高 他找来从湖面捡来的钢管 当作烟囱 没一会儿 小烤炉就做好了 经过不断的修复和拍打 这个小东西 看起来还挺完美 为了早点用上小烤炉 阿浪不打算让其自然风干 他找来一坨枯草 燃烧的火苗 很快将黏土烧印 看着小烤炉差不多了 阿浪走向船头 拿了一盆咸鱼 他要物尽其用地 让烤炉发挥作用 鱼的香味 忽悲而来 阿浪迫不及待地 大口朵移起来 吃了一个月的咸鱼套餐 狗子来福早就吃够了 他躺着一动不动地表达抗议 酒足饭饱的阿浪 望向这片湖面 是时候把来福送回家了 是时候把女友翠花 接回来了